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姐未婚先孕 我妈打了好几次电话 要我替我解养孩子 她苦口婆心地劝我 一一打过三次胎了 再打就怀不上了 她还要嫁人 带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还怎么嫁呀 我忍无可忍 她要嫁人 我就不嫁了吗 自从一周前 我姐查出怀孕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挂我妈电话了 每次都是一样的话 一一不能再打胎了 再打以后就怀不上了 难道我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 孤独终老吗 我反问她 我把孩子养大 孩子以后给她养老 我妈骂我白眼狼 你们是一奶同胞的亲姐妹 分那么清楚 叫外人听了 不怕人笑话 这就是我妈的强盗逻辑 她还说 一一一个大姑娘 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突然弄出个孩子来 我们在老家抬不起头来 我被她气笑了 妈 你是不是忘了 我也还没嫁人 我弄出个孩子来 就不怕人笑话了 你不是跟小海感情挺稳定的吗 妈都了解过了 研究生结婚得多了去了 你们现在抓紧时间把政领了 一切都来得及 那你有没有想过 小海会同意吗 每次都是以激烈的争吵结束 挂了电话 我无力地瘫倒在寝室的床上 室友去上课了 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窗外的光被一片云遮了 寝室里阴冷 过了几分钟 手机提示音响起 我拿起来一看 我妈发了一段六十秒的超长语音给我 胸口堵得慌 不想听 手机又连续响了几声 每条只有几秒 我知道她在催我听那段话 手指颤了颤 还是点开了那条语音 我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了出来 语气前所未有的温柔 南娜呢 妈知道你委屈 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温柔地叫我 也是第一次站在我的角度替我考虑 印象中 从小到大 只有我姐有这个待遇 妈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姐 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那样的话 妈妈 死都闭不上眼了 听筒里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妈跟依依商量好了 你和小海结婚以后 就搬到你姐的房子去住 她愿意把房子疼给你们 反正她是一个人 自己租个小一点的住也行 回老家来住家里也行 我妈言语中 仿佛陈依依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而她已经为我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简直可笑至极 她不提陈依依那套房子还好 一提起来 我就来气 陈依依大专毕业以后 非要到一线城市闯荡 结果自己没闯出名堂 又喊辛苦 又不愿回老家 缠着爸妈给她在一线城市买房子 我妈到了她租的房子 一看是个隔断 当即就心疼地哭了 回到家不顾所有人反对 把我们家拆迁赔的三套房子 卖了两套 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些钱 给我姐在一线城市付了首付 买了套公寓 买完房第二个月 我姐就丢了工作 没钱还房贷 我读研的同时 还要每个月给我爸妈两千块钱 他们在家点 帮我姐还房贷 我给我妈敲了句话过去 我替她养孩子 房子过户给我吗 过了半晌 我妈又回了一条语音过来 我点开一听 她气急败坏地在电话里喊 你有没有良心 我把你养那么大 让你帮忙养个孩子 你跟我这样斤斤计较 陈楠楠 你就是个白眼狼 很好 这才是我妈 我真的不适应 她用讨好的语气跟我说话 歇斯底里才是我妈 呵 我苦笑一声 把自己摊平在寝室的床上 这一周天天被家里的事情折磨 我连论文都写不下去 可我还得毕业啊 凭什么他们犯的错 要拉上我来一起承担 眼泪顺着眼角滑到枕头上 我翻身 把脸埋在枕头里 终于忍不住 呜呜呜地哭出了声 这倒霉的家庭 怎么就让我给摊上了 更可悲的是 我这一辈子 都要活在他们的阴影里 我姐是我们陈家的第一个孩子 她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了欢乐 从爷爷奶奶 我爸我妈 到我大伯和姑姑 全都把她捧在手心里宠 没过两年 大伯和姑姑家陆续生了孩子 也都是女儿 我爷爷奶奶开始着急了 天天催我妈和我婶生二胎 还许诺说 谁先上了儿子 老房子多拨出一间来给谁家 这场比拼 我妈先胜一局 她先怀上了 据说我妈怀孕的时候 就爱吃酸 接放邻居谁看了她的肚子 都说是男孩 我爸妈乐得早早定了我的名字 叫陈一南 寓意老陈家第一个男孩 结果十个月以后 我出生 是个女孩 全家人都非常失望 他们连名字都懒得想 随便改了个字 叫我陈楠楠 更令我妈不平衡的是 我五个多月时 我审生了男孩 我爷爷奶奶高兴地天天提着好吃的 好玩的往我大伯家跑 从我记事起 我妈看我都是厌烦的眼光 小时候 无论我和我姐 因为谁的错发生争执 对的一定是我姐 错的永远是我 小学三年级 我跟我妈磨了好几天 要了五块钱去买三角尺 我姐自告奋勇帮我跑腿 我天真的信了她 结果三角尺没买回来 陈一一抱着一大包薯片回来了 我哭着去找我妈告状 求她再给我五块钱 结果被我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你自己笨 叫人把钱骗走了 自己想办法赚回来 陈一一在我妈身边甜甜地笑着 抓了一大把薯片送到我妈嘴边 我妈一口吃了 摸着我姐的头发说 还是我们一一懂事 有好吃的先想着妈妈 我们一一呀 以后一定也是个会赚钱的 有头脑 才能把钱从男男手上骗出来呢 我气得跑出去 第二天上学 因为没有三角尺 还是被数学老师骂了一顿 从小到大 陈一一的快乐 都是建立在我的痛苦上的 这次弄出个孩子来 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替她养的 其实陈一一肚子里那个孩子 我大概知道是谁的 但又不完全知道 为了每个月支援父母两千块钱 帮陈一一还房贷 我找了份电影院夜场的兼职 一个多月前 有天晚上下班 我刚从电影院里出来 就看见路边有几个人 拉拉扯扯往隔壁的酒店走过去 影院就在酒店旁边 平时下班没少遇到这种场景 但天天这天 走在我旁边的同事小张 被点燃了八卦的火苗 她对了对我 哎 男男 三男一女 真会玩啊 我顺着声音看过去 这一看 就看见喝醉了的陈一一 被三个男人拉扯着 为首的那人 我有点印象 是陈一一的前前男友 陈一一打的第二个孩子 就是她的 另外两人没见过 但看起来跟陈一一的前前男友 是认识的 陈一一虽然醉得东倒西歪 不时往三个人身上贴 但头脑还算清醒 听旁边人说昏段子 还在跟着笑 这画面看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情感上不想管她 但理智告诉我 不能不管 趁他们还没进酒店的旋转门 我几步冲上前 一把拉住了她 陈一一 你干嘛去 正跟身边人调笑的陈一一 被人打断 猛了一瞬 眼睛努力聚了聚焦 这才看向我 哟 这不是我那土包子妹妹吗 你怎么在这 她眼睛朝我身旁扫了扫 接着探头靠近我 一股酒气喷在我脸上 笑着道 背着小海出来约人呢 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陈一一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 赶快回家去 跟三个大男人混在一起 你还要不要脸了 陈一一脚下不稳 整个后背贴在一个男人身上 妖娆地看着我笑 她抬手在那个男人脸上摸了一把 一双迷离的眼睛 还是望着我 你极度就直说呀 我的妹妹 这么极品的男人 你见都没见过吧 你也只配跟你那个穷酸像的小海过 而你姐姐我 陈一一抬手朝身边站着的三个人一扫 随便招招手 就是三个人帅多金的帅哥 怎么样 羡不羡慕 这个女人明明在做见自己 还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我真的很好奇 我妈生她的时候 是不是把脑子当胎盘给扔了 我气得握紧了拳头 指甲抠得手心生疼 跟陈一一这人 永远讲不清道理 眼看着她又要转身 跟那三个人走 我扬起手 想一巴掌把她扇清醒 可手还没落到她脸上 就被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 然后用力甩开 力道大的把我闪了一个猎切 陈一一身边一个男人 逆着我 闹够了没有 你姐自愿的 你也想掺货掺货怎么地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陈一一 她娇俏地笑着 留下一句 带这个扫兴的见货干嘛 然后扯着三个人进了酒店 后来陈一一查出怀孕 把当晚见到我的事 也跟我父母说了 可我父母听到的 却是另一个版本 她说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人带走 只是一味地嘲笑她 没管她 我妈信了 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 怪我没救陈一一 怪我连报警都不会 各种难听的话往耳朵里贯 但我已经习惯了 每次都是这样 陈一一犯下的错 全家人 包括我 都要替她承担后果 陈一一高三复读了一年 同年我上高一 开学典礼上 我作为学生代表 在礼堂发言 街坊邻里听说之后 开始议论纷纷 说陈老两家一个学渣 一个学霸 学霸指的是我 学渣自然指的就是陈一一 这是事实 从小到大 我都只能努力 用成绩证明自己 渴望以此 来引起父母的注意 分得一点点宠爱 陈一一听到那些议论 把怨气都出在了我身上 有天中午午休时间 她进了我们班 找到我的座位 往我的书本上撒酱油 出去的时候 刚好被我同学撞见 我去复读班找她理论 她却叫了几个外校来复读的女生 把我拽进女厕所 薅我的头发 顺着我领口 往我衣服里面倒水 乍冷的秋末 灌得我直哆嗦 这是被我班主任知道 当天就告到了教务处 原本陈一一跟那几个女生 成绩就不好 留下来只会影响升学率 所以学校当即决定开除她们 我妈知道以后 把我臭骂了一顿 陈楠楠 你这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 姐妹之间 为了那么点事 你能闹到校长那去 你去跟校长认个错 就说是你在家里 欺负了陈一一她才那么做的 让学校取消处分 可我没惹她 她为什么那么对我 我朝我妈哭喊道 迎接我的 却是两个重重的耳光 我花了那么多赞助费 给你姐复读 就因为你 我钱也白花了 你姐未来也毁了 我告诉你陈楠楠 你要不去学校里认错 你的书也别读了 跟你姐一起辍学 别忘了是谁在养着你 是啊 我才高一 我还得靠他们供我上学 我有反抗的余地吗 第二天 我只好按照我妈教我的 去学校认了错 让他们再给陈一一一次机会 陈一一留下了 一同留下的 还有学校里师生对我的指质点点 我从入学时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子 一夜之间跌落成在家里欺负姐姐 在学校谎话连篇出尔反尔的问题学生 人人都说成绩在好有什么用呢 人品那么差 以后到了社会上 自然有人教训他 我原本有实力冲击清华北大 最后落得只考了个普通的九八五院校 陈一一复读一年 也指上了个大专 可谁来为我的未来负责呢 我姐的是一直这么拉扯来拉扯去的 实在太消耗人了 于是当我妈再一次打电话 试图说服我 收养那孩子时 我提出了另一个方案 我说 我带她去找找那三个人 也许有人 看在孩子的份上 能跟我姐把证领了呢 真 真的吗 我妈将信将疑 可你姐说 他们只是 我姐长那么漂亮 娶回去 他们又不吃亏 再说那三个人都挺有钱的 养个孩子也不算什么难事 我妈一听 立马同意了 看 说服我妈其实很容易 她就是要别人像她一样 认同她大女儿 就是最棒的 再告诉她 陈一一有希望嫁入豪门 这是只能让我妈去说服陈一一 因为陈一一自己并没有信心 但由我妈去说 她只能乖乖跟我去 我也是走投无路 想最后一搏 哪怕失败了 也给自己争取一口喘息的时间 我们先去找了陈一一的前前男友徐昭 毕竟两个人交往过半年 多少有些情分 徐昭似笑非笑地看着陈一一 又怀了 陈一一双手在桌子下面揪着衣角 垂着脑袋点了点头 喝 徐昭测过头撇嘴一笑 看着瘦了巴唧的 还挺好生养 接着她身体前倾 整个人几乎要越过餐桌 看着我们 语气轻浮地说 陈一一 上一个孩子你说是我的 我认了 但这一回 谁知道孩子是谁的 你能跟我们撒完 不知道跟多少人这么玩过 你让我认我就认啊 说完 徐昭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陈一一头低地跟个安纯似的 我看着她这样子 又可怜又可恨 后来我又带她去找了第二个人 到了我才知道 正是当天我要打陈一一时 帮她拦下那一巴掌的人 这人叫严树 是个有名的富二代 家里是真的豪门 严树听了我们的来意 笑得像听了天大的笑话似的 别说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搞出来的 就算真的是跟我一个人搞出来的 你觉得我们家会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 再听下去 就是侮辱的话语 陈一一拉着我走了 第三个人 是唯一愿意跟我们去做DNA检测的 但条件是 如果测出来是她的 她来出钱打掉 陈一一红着眼圈 恳求对方 能不能不要打 我打过三次了 这次再打 以后就怀不上了 那人非但没有因为陈一一的眼泪 燃起半分怜香惜玉的心思 反倒一点谈判的耐心都没有了 你打过三次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爱打不打 反正肚子里这个 甭想安在我头上 出了餐厅的门 陈一一挥起手中的包杂像我 都怪你 我说不着 你非要找 你就是想看着我丢脸 对不对 陈楠楠 你早就想看我笑话了 对不对 第一下我没防备 背包上的锚钉砸到肩上 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正要打第二下 我一把钻住了他的手腕 陈一一你有病吧 你不打那些渣男 打我干嘛 陈一一控制不住 眼泪直流 歇斯底里地朝我吼道 看我连着被三个男人甩 你是不是心里很爽 你还嫌不够丢人是吗 你在外面胡来 起码找个跟你有点勤奋的 谁知道你找的都是这种货色 我陪着你来谈这些 我都嫌丢人 说完 我扔下陈一一 自己走了 当天晚上 毫不意外地 我妈又打电话来骂我了 我默默听完她的乌言晦语 回敬到她自己惹出的麻烦 她自己去解决 既然你们没有教诲她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们就替她负责任吧 我再也不会管这破事了 挂了电话 我把我爸妈和陈一一的号码都拉黑了 我想清静清静 我还有毕业论文要写 家里消停了两天 到了第三天 男友小海来找我 跟我说 我们谈谈吧 我看着她不慎轻松的表情 心底泛起不好的预感 我和小海坐在学校的咖啡厅里 窗外的银杏树叶已经有些黄了 入秋降温 校道上人际寥寥 几个学生裹紧了衣服 匆匆而过 还记得刚跟小海在一起时 也是这样的初秋 我冷地抱紧了双臂 她扭捏了半天 才鼓起勇气伸出手臂揽住我 帮我搓着胳膊取暖 那时她说 南南 以后我一定加倍努力 好好照顾你 让你刮风下雨 都能窝在暖暖的大房子里 如今窗外秋风瑟瑟 我和她面对面坐在咖啡厅里 无风 但心寒 见她几次欲言又止 摇摆不定的样子 还是我先开了口 小海 我们分手吧 她终于敢抬起眼看我 眸光闪烁着 嘴角搭拉得像要哭了一样 你今天找我 就是想说这个吧 小海低下头 重重吐了一口气 你猜到了 我看着她 一副颓丧的样子 知道她也是迫于无奈 我妈找过你吧 小海点点头 接着开口道 阿姨说 希望我们帮依依姐养孩子 她缓了缓 又看向我 诚恳道 可是南南 养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事 不是多一个少一个 能一起养的 如果我们领养了依依姐的孩子 那至少几年内 都没有经历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我不想让你做大龄产妇 你还挺会为我着想的 我苦笑一声 估计笑得很难看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小海 以后我们各走个路吧 南南 小海说 其实我 真的很舍不得你 你一定 会遇到更好的人 你也是 我丢下一句话 起身出了咖啡厅 秋风像刀子一样 刮在脸上 我却止不住开始冷笑 前些天还在嘲笑 陈依依找的男人不靠谱 自己又能强到哪里去呢 陈依依那三个人 不过是一夜情缘 而我跟小海在一起四年了 还不是被现实打败了 她无法接受 帮陈依依养孩子 直接拒绝 我妈就行了 说什么不想让我做大龄产妇 不过都是借口罢了 但我不怪她 摊上我这样的家庭 任谁都会退避三社的 先不说 我妈这人多不讲道理 就我这个姐 可能一辈子都会是我的拖累 小海只不过是及时止损罢了 我真的不怪她 热恋时的风花雪月 信誓旦旦 都只不过是过过嘴瘾 真正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谁还不是一把算盘算得清 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我一口气冲回了寝室 室友看到我一脸震惊 喃喃 你怎么哭了 我这才注意到 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没事 说完 我爬上床 一头埋进了被子里 我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 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 寝室里静悄悄的 室友去上课了 我从床上爬下来 看见桌上放了包子和豆浆 旁边留了张纸条 是室友的字 男男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会过去的 加油 聊聊几个字 却好像一下子填补了 我心上的窟窿 养了我二十多年的家人 相恋四年的男友 还不如一个同处了两年的室友 换个角度想 我陈楠楠 告别这些 只会给我投下阴影的人 也许以后迎接我的 都是阳光呢 这么一想 我的战斗力又回来了 我拿出手机 拨了我妈号码 只响了两声 对面就接起来 你个死丫头 你敢拉黑你妈电话 我这二十多年 真是白养你了 我把手机 拿得离耳朵稍微远了点 直到她一口气吼完 换口气准备再骂 我说 我分手了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语气很平静 拜你们所赐 小海和我分手了 所以 你计划的一切 我和她领证 收养陈依依的孩子 所有你这些计划 落空了 为什么 我妈难以置信地问 为什么 我痴笑一声 为什么 你不清楚吗 不是你给她打的电话吗 妈 我在电话里叫她 你什么时候 才能明白 小海 她不姓陈 没有义务 替我们陈家养一个 跟她没有任何 血缘关系的孩子 你什么时候 才能明白 即便我姓陈 我现在也已经是一个 独立的成年人了 我应该有 我自己的生活 陈依依也应该靠她自己生活 而不是快三十岁的人了 还要我来 替她收拾她自己造成的烂摊子 我妈敬了半嗓 像是才反应过来 在对面大吼道 陈楠楠 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我怎么生了 你这么一个凉薄的玩意儿 她猛喘几口气 继续吼道 你现在大了 翅膀硬了是吧 要跟我分这么清楚 行 你给我记住 以后休想从我这里 再拿到一分钱 行啊 我笑道 那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替陈依依还房贷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 还有 以后你老了 我会养你的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但该陈依依负责的事 别再找我 我供你读这么多书 就是让你学会跟我顶嘴的吗 我妈开始口不择言 好 我现在说不过你 你满意了 你这个死丫头 自己抓不住个男人 让人给甩了 跑来给你老娘撒气 我受够了 我打断她 陈依依三个男人 一个都抓不住 你怎么不去骂她 我今天就一句话放在这 我陈楠楠 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了 该是谁的孩子 谁自己养去 别想推给我 说完 我挂了电话 骂完了 爽了 震静下来 心里却一阵空虚 我静静地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 大脑放空了半赏 然后起身收拾了书本 拿了笔记本电脑 去图书馆 写论文 我用了半个月时间 没日没夜地 把毕业论文的出稿写完了 去找导师那天 导师收了论文 然后将我留下 陈楠楠啊 我这边有个机会 你看看要不要考虑一下 孙教授 您说 是这样 你的研究方向 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是 辛普森教授 眼下辛普森教授 正在招收留学生 只要我写一封推荐信 以你的能力 和这些年的学术成果 应该是可以录取的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 出国深造 孙教授说完 眼含期待地看着我 我 做心理学研究的 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 辛普森教授 能成为他的学生 当然是梦寐以求的 可我负担不起高昂的留学费用 孙教授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接着说 如果是经济上有困难 这个项目是可以申请全额奖学金的 学校合作的基金会 也可以提供赞助 我真的希望你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 的确是机会难得 不仅可以在顶级学府继续深造 对于我来说 还能远离家里那些是非 陈楠楠 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 我不再有任何犹豫的 一口硬了下来 好的教授 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那就麻烦您 帮我写推荐信吧 孙教授笑着说 好样的 我就知道不会看错 陈楠楠啊 你是个聪明果断的孩子 你先回去 需要准备什么资料 我会让助手联系你 从孙教授的办公室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 北方的秋天 秋高气爽 凉凉的空气浸入肺腑 很舒适 我正准备回寝室 手机却在这时想了起来 一个陌生号码 归属地是老家 估计又是家里打来的电话 我已经躲了半个多月 想了想还是接了起来 陈楠楠 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我妈的哭声从电话里传过来 是不是要等你姐死了 你才会回来呀 什么意思 听我妈这么说 我突然慌了 你姐她出了好多血呀 我妈声音颤抖 语气里都是恐惧和慌张 又开始哭 她在电话里不肯说出了什么事 但我隐约感觉到 事情很严重 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她那句 你姐出了好多血 一个猜测浮现上来 陈一一该不会割腕自杀了吧 虽然从小到大 跟她感情不深 可以想到她有可能快要死了 我还是心里揪得难受 挂了电话 我直奔高铁站 买了张票回老家 路上我妈把医院发给了我 出了高铁站 我打了辆车 直接去了试医院 住院部三楼的妇产科 白天有些吵嚷 整层楼婴儿的哭声此起彼伏 来来往往都是看望产妇的家属 喜气洋洋的 我在走廊尽头 找到了陈一一的病房 整层楼只有这里 气压低得害人 我爸用手对我妈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把孩子害成这样 造孽啊 你推我干什么 我妈哭着朝我爸吼 人不是你介绍的吗 你不同意你能介绍吗 怎么现在成了我一个人的错 陈一一躺在床上 面无血色 往日里涂得鲜红的嘴唇 此时干裂着 只有裂开的口子里 渗着鲜红 她紧闭着双眼 眉头拧成一团 眼下一片清黑 我爸妈吵了几声 见我站在门口 像是一下子找到了转移矛盾的发泄口 我妈挥舞着胳膊冲过来 一拳打在我肩上 都怪你啊 都怪你 要不是你 这么逼我们 你姐 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啊 呜呜呜 我被打得愣在当场 要不是你说什么都不肯替一一养孩子 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 怎么会发生今天的事啊 呜呜呜 你现在满意了吧 你姐再也怀不上了 你是不是要逼死我们才满意啊 陈楠楠 我妈一个家庭妇女 力道却出奇的大 连锤带嗓 打得我直往后退 护士跑过来 才把她拦住 吵什么吵啊 你们这样会影响别的患者休息 要吵去外面吵去 护士说着 推着我往外走 你先离开这里 别刺激患者家属 等他们情绪稳定了再来 路过护士站时 两个小护士正在低声议论 一人说 还不到三个月 玩得可激烈了 泽泽 这不是自作孽吗 另一人说 你说都怀孕了 那男的还不知轻重 也怪可怜的 听说女的生不了了 这日子可能都过不下去了 我看向他们 两个人立马进了声 我乘了电梯下楼 刚到住院楼门口 就见姑姑家的堂妹刘沁 提了保温筒进来 堂妹看见我很意外 男男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 你这是 我看向她手中的保温筒 我妈包了乌鸡汤 让我给依依姐送过来 你知道 发生了什么吗 刘沁是姑姑家的二女儿 今年才十七 听我这么一问 脸上一红 算了 我还是直接问他们吧 其实 刘沁红着脸说 也不是不能说 我将刘沁 带到住院楼后面的花园里 刘沁把事情的原委说了 原来 我分手之后 我爸妈知道 让我替陈依依养孩子 这是无望 就动起了歪心思 想找个接盘侠 我爸前战友家有个儿子 今年三十多岁了 银行职工 人很老实 因为母亲精神有些问题 一直没有姑娘 愿意嫁给他 于是我爸和战友 就撮合他和我姐相亲 我姐长得好看 又会打扮 那人当场就看中了 两个人开始交往 我姐怀孕两个多月了 我妈怕脱久了险怀 到时候早产太提前 也容易叫人怀疑 就窜夺我姐带那男的回家 她和我爸躲出去 给两个人创造条件 结果那男没注意轻重 加上我姐本身 这太怀的就不稳 当场就流血了 那男的也吓坏了 没见过这么多血 后来紧急叫来了救护车 把我姐拉走了 那男的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原因 据说到了医院人 还在发抖 我妈揪着人家打 说陈依依差点让她害死了 她就老老实实地受着 后来听了医生的诊断结果 那男的就算在迟钝 也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爸战友专门上我们家 把我爸我妈骂了一顿 这么一闹 街坊邻里都知道 我们家出了这么一档子丑事 我听完叹了一口气 接过刘沁手上的保温筒 你以后还是少上这来吧 离我们家人远一点 对你影响不好 刘沁乖巧地点点头 先走了 我提着保温筒 再回到病房 陈依依已经醒了 虚弱地靠在病床上 我妈正用棉签 给她湿润嘴唇 我将保温筒放在小桌上 姑姑叫刘沁送来的 乌鸡汤 一听说乌鸡汤 陈依依手掌附在小腹上 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两圈 啪嗒啪嗒滴下来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前面打了三个孩子的时候 也没见她这么在意自己的肚子 但我什么都没说 她变成现在这样 家里风雨飘摇 这时候谁都经不起再受刺激了 我妈没回头 冷冷地说 把这个家害成这样 你满意了吧 陈楠楠 我一愣 这个家成了这样 是我害的 我妈情绪又激动起来 你如果一开始就同意收养 一一的孩子 会有后面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吗 现在她再也当不了母亲了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怎么又怪到我头上来了 视线承过病房里的三个人 陈一一完全没有了过去遗址气势的模样 虚弱又可怜地靠在床上 我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爸蹲在墙边闷不吭声 我忍住转身就走的冲动 还是压下火气安慰到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说那么多 如果也没用 还是一切朝前看吧 以后的日子还得过 哼 一直没说话的 陈一一轻笑了一声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你倒是能朝前看 拿着高学历 健健康康的身子 以后毕业拿着高薪 嫁个有钱人 那我呢 我怎么办 陈一一你讲点道理 我回对 你学历低是我让你考不上的 你身子坏了 是我让你去胡来的 陈一一说不出话 脸色一白 捂着肚子 哀悠哀悠地叫着 这是她的惯用伎俩 果然 下一秒 我妈回身推了我一把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呀 你姐都这样了 你还不让着她 好一个我不让着她 我从小到大 一直在忍让 唯独这一次 说什么都不肯收养 陈一一的孩子 我就成了全家的罪人 一回来 就看到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虽然这么多年 对这个家没什么感情 但也受不了外人连着我一起指指点点 原以为经过这一遭 他们都能吃点教训 我能趁机纠正 纠正他们扭曲的三观 没想到我的到来 却正好让他们找到了发泄情绪的出口 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在外人那里遭受的议论和白眼 终于可以在我身上尽数讨要回去 我妈嘴上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 我却像失聪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到 我一步一步退到门口 突然沉声打断她 妈 我妈从没见过我 这副阴冷的表情 一下子停住了 正正地看着我 你那么讨厌我 为什么要生我呢 本来你们一家三口生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多生一个我呢 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默默数过 你一天里 对邻居家小黄狗笑的次数 都比给我的多 我深呼吸 调整自己情绪 尽量语气平稳到 晨一一快三十了 你还要替她摆平 她惹下的麻烦 你要替她善后到什么时候 你们想继续母词女校 好 尽管我努力平复情绪 接下来要说的话 还是让我哽咽了 那我还是退出这个家吧 你们就当没我这个人 这个家里只有你们三个 应该会过得更快乐 陈楠楠 你 我知道我妈要说什么 直接打断她 你放心 你六十岁以后 我会每月给你赡养费 把你花在我身上的还给你 就这样吧 说完 我打开病房门 走了出去 关门的一刹那 我听见我妈 歇斯底里的朝我罢吼 你听听老陈 她这是什么意思 你能不能别像个闷葫芦似的 你倒是给我把她骂回来啊 我是什么意思 已经不重要了 从今往后 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没在老家停留 当天又回了学校 开始了改论文 申请留学 上班赚钱的生活 第二年年初 我成功拿到了留学offer 五月的一天 刘庆给我打电话 他说 我爸被单位开除了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爸在国企 他和我妈差点骗婚那次 在老家传开了 单位认为他道德师范 有损企业形象 刘庆还告诉我 我妈和陈依依大吵了一架 我妈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不肯 他说外面的人都对他指着点点 他连门都不愿意出 我妈要卖掉 他在一线城市的房子 他也不肯 还反过来说 我爸妈没有投资眼光 才导致家里日子越过越穷 我妈情急之下 打了他一巴掌 母女二人彻底闹翻了 你看 这个家里总需要有一些矛盾 才能维系下去 从前 三把剑一起对准我 现在 他们终于把剑 互相指向了对方 这样更平衡 不是吗 八月 我登上了飞往大洋底岸的飞机 飞机缓缓上升 脚下的建筑越来越小 我想起电话里 刘庆最后问我的那句话 南南姐 你恨他们吗 我说不恨 不是我多圣母 而是曾经恨过 怨过 那是因为 那时的我 还在奢望 从他们身上 获得一些关注和尊重 希望彻底破灭以后 再看他们 就跟看陌生人无异 他们做任何事 都经不起 我内心的波澜了 从刘庆口中 听说他们闹来闹去的时候 感觉就像在听别人 讲述一部热播的家庭伦理剧 他们愚蠢又道德感浅薄 犯下一个错误 不去及时纠正 却不断试图用新的错误去补救 最后亲手让自己栽倒在最在乎的事情上 余生都要用来消化 自己种下的恶果 这是他们早该懂得的 人永远都逃不掉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飞机穿过云层 我想 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妹妹得癌 全家以为得癌的是我 他们不知道 医院搞错了我和妹妹的体检报告 一向天心妹妹的妈妈反常道 治 这病就算倾家荡产 也得治 妹妹说 外卖不干净 一天三顿饭亲自下厨 姐 吃了我做的饭 你的病肯定能好起来 私下 爸妈却带妹妹去看奶奶留给我的一栋楼 对妹妹说 死老太婆把财产都留给你姐了 等她一死 这栋楼就是你的了 妹妹不耐烦道 赶紧死 每天陪笑伺候她 我都烦死了 我默默撕掉癌症确诊书 微笑着对他们说 爱 快死了 可真舍不得我的家人 去医院体检发现我是肝癌晚期 我不敢相信 我才21岁怎么就要死了 我在家哭了三天三夜 爸爸给我切水果 妹妹给我做饭 妈妈给我求了平安福 家人一直陪着我 说会和我共度难关 过了一个礼拜 我去复查 医生却不好意思地说 抱歉 我们弄错了体检报告 我叫李思彤 妹妹叫李斯文 我们两个身高长相差不多 名字只差了一个字 而那份肝癌报告 正是属于妹妹的 回到家 我既高兴又难受 高兴的是自己没病 难过的是妹妹得癌了 躺在床上 不知道怎么跟爸妈讲 隔着一扇门 我听到大门传来嘈杂声 是爸妈回来了 我正准备喊他们 就听到令我无比震惊的对话 爸爸兴奋地说 斯文 刚看到你奶奶的那栋楼了吧 一个月光房租都能收二十万 等你结死了 就是你的了 妹妹不耐烦道 赶紧死 每天陪孝伺候李思彤那个贱人 我都烦死了 妈妈安慰妹妹 宝贝 别着急 把你结哄开心了 让她把房子过户给你 你这辈子就不用愁了 我心头一紧 原来爸爸带妹妹去看了奶奶的楼 五岁那年 我和奶奶去菜市场买菜 被人贩子拐走了 直到十五岁才被找回来 为了弥补我 奶奶把爷爷留给他的一栋楼 过户给了我 为了感谢老天爷把我找回来 也为了帮助更多被拐卖孩子的家庭 她将每个月二十万的房租 全捐给了寻找走失儿童的慈善组织 打算等我大学毕业后 再把房租打给我 奇怪的是 奶奶对我的宠爱 竟然招来了爸妈和妹妹的嫉妒 我被找回来后 爸妈都不正眼瞧我 偏心偏到了屁股眼 家里炖汤 第一碗一定是妹妹的 家里吃饺子 妹妹吃肉馅 我吃饺子皮 两人有事没事 就抓着我一顿打 妹妹更无语 经常偷奶奶给我的钱 反过来冤枉我偷她的压岁钱 害我又被爸妈打 原以为我快死了 他们良心发现了 开始对我好 我还颇为感动 原来是庄的 我的死只是他们敛财的工具 我悄悄打开门 走到客厅 正准备跟他们撕破脸 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 我妈有些惊讶 殷勤地指着桌上的炸鸡和薯条 乖女儿 你在家呀 来快吃 妈特意给你买的 妹妹谄媚地举着一根薯条 往我嘴里塞 姐 张嘴 啊 我冷笑 没张嘴 想起小时候 我吃一块粉蒸肉 都要被妹妹嘲笑胖还吃 爸妈也跟着笑 心里一阵心酸 我爸提着一大袋螃蟹和虾说 你妹吵着 要给你做红烧螃蟹 我这个老爸 还得借你的光 才能吃口 你妹对你可真好 呵呵 肝癌患者最忌讳吃油腻食物和海鲜 他们这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啊 我心里窝着一股火 好啊 既然你们没良心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我张大嘴 一口吃掉了妹妹 送到嘴巴的薯条 发出满意的声音 嗯 真香 拉开椅子 我坐在餐桌前 左手炸鸡 右手薯条 吃得满嘴都是油 爸爸 妈妈 妹妹三人 就站在我面前 看着我露出满意的表情 我举起薯条 抬手对李斯文说 啊 张嘴 李斯文愣了一下 用力咬下薯条 露出夸张的笑 娇媚道 姐姐喂的 格外好吃 虚伪 我内心一阵反感 忍着恶心 又亲手为妹妹吃炸鸡块 我一块 她一块 不到一个小时 一桶鸡块 被我们俩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一点是没有 半小时后 李斯文在洗手间 不断传来呕吐的声音 爸妈紧张地跑过去 三个人在洗手间的悄悄话 被我听得一清二楚 怎么那个小贱人没事 你倒是吐了 她该不会是装病吧 李斯文一边吐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可能是我最近减肥 没怎么吃油腻的东西 一吃就吐 她那么蠢 怎么可能装病 体检报告和癌症确认书 我们都看了呀 我妹十分笃定我得癌了 大概是她真的想我死吧 可惜 要死的人是她不是我 等他们一家三口 从洗手间出来 我眉头紧锁到 爸 妈 我想卖楼凑手术费 三个人一阵惊慌 让我不要冲动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 你卖什么楼啊 就是啊 姐 别乱来好吗 你要是缺钱 就跟爸妈说 我们给你 行 要的就是这句话 我心里暗爽 嘴上还推脱了一下 哎 我怎么好意思花爸妈的钱 李斯文连忙坐在我旁边 紧紧攥住我的手 都是一家人 说这种话干嘛 对吧 爸妈 爸妈点头如捣蒜 马上凑了十万 给我治病 看到手机短信的入账通知 给我高兴的 差点就叫了出来 妹妹得挨我发财 这计策通 我越想越兴奋 晚上绝也不睡了 搜索了一晚上肝癌的治疗方法和费用 一早起来 我变卦了 坐在餐桌前 面对一桌子的红烧猪脚 东坡肉 我哀声叹气道 医生说化疗还要不少钱 想想还是得把楼卖了 爸妈又急了 让我千万不要卖楼 还差多少 我们去凑 我叹口气 比了四个手指 保守估计四十万 刚给我家玩菜的妹妹猛地拍了下桌子 跳了起来 医院是不是坑人的呀 哪要那么多钱 不知道啊 无底洞啊 无 我边说 边用手背擦了一下根本不存在的眼泪 爸妈一个劲地劝我别多想 他们没多说什么 把家里两台车子都卖了 又给了我四十万 拿到钱的那天 我故意跑到李斯文面前掉眼泪 实则炫耀 都说患难见真情 小时候 还以为爸妈是故意把我弄丢的 没想到爸妈这么爱我 一下就给了我五十万 李斯文嘴角一扯 手指抓紧了床单 轻易地揽过我的肩 露出尴尬的笑容 那是当然 爸妈爱你 我更爱你 晚上 我就听到她 跑到爸妈房间发火 你们是不是不想李斯同死 给那个小贱人花那么多钱 我呢 我才是这个家唯一的公主 爸妈连忙安慰 对那个小贱人好 都是为了那栋楼 你又不是不知道 当年 还不是你一句话 不喜欢姐姐 我们就把叫人贩子 把她拐走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原来 当年爸妈是故意把我扔掉的 就因为李斯文一句不喜欢 就能把我丢了 这真的是我亲生父母吗 很好 看我怎么玩死 你们一家三口 我上淘宝 买了一款超级显白的粉底液 看视频学了一个多小时 死人妆怎么化 每天惨兮兮的 衣服不换枣也不洗 一出卧室就叹气 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看起来好像随时要挂了 爸妈和妹妹嘴上说着 关心我的话 嘴角上扬的 DK47都压不住 有意无意地问我 治疗效果如何 实际上就是问我 什么时候死 我忍痛故意扯了几根头发 递到李斯文面前 瞧 刚开始化疗就掉头发了 别担心 姐姐 你肯定能活下去的 妹妹脸上是止不住的喜悦 没关系妹妹 借你急眼 我肯定能活下去 一个月后 对着一桌子炸鸡烤翅 我筷子都没动 宣布放弃治疗 医生说了 我最多只能活三个月 太 太惨了吧 李斯文语气昂扬 丝毫不觉得我惨 细眼得可真烂 我轻轻嗓子 发出虚弱的声音 对了 奶奶留给那栋楼 我想过户给妈妈 空气陷入一片安静 爸爸和妹妹的脸色 一下就黑了 妹妹挽起我的手臂 故作亲密 喂 为什么是妈妈呀 姐姐 我对你不好吗 你直接过户给我呗 反正就算给妈妈 妈妈早晚也给我 这个时候 妈妈的表情最为有趣 从一开始的意外到惊喜 到现在的复杂 她双手交叠在一起 坐立不安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报复敌人最好的方法 不是一一击杀 而是互相残杀 原本 爸妈 一心想让我过户楼房给妹妹 现在 我把楼给了妈妈 那么 妹妹怎么想 爸爸又怎么想 给文文就好了 给你妈那个蠢货干嘛 她大字都不认识一个 楼给她房租都不会收 要不然 你过户给我也行 爸爸语气酸酸的 我妈一下就火了 蹭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 李承贵 你说什么屁话 楼给你干嘛 给你去赌吗 爸爸爱赌 五十岁了 没有半点存款 这么多年来 赚的钱全赌没了 还欠了奶奶三百多万 奶奶早就不认她这个儿子了 我妈对她也没指望 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妹身上 当两个人的利益一致 把希望都放在我妹身上时 自然和谐 现在不一样了 楼房我不给妹妹 给她们两个中任何一个人 都会引起窝里反 果然 当着我的面 两个人开始吵了起来 周燕芳 我赌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多赚点钱 让你和文文过上好日子 赚个屁 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时候 往家里拿过一分钱 要不是你滥赌 你妈怎么不把楼房过户给你 你妈都看不上你 没出息的东西 死巴婆 你再给我说一句看看 喷一声 椅子重重被砸在地上 李斯文气的脸都红了 够了 你们都给我闭嘴 她冲爸妈发完脾气后 转头就对我笑 姐 晚上想吃什么 这变脸的速度 我自叹不如 该配合演出的我 兴奋到 那道菜叫什么 佛跳墙 李斯文的脸一抽一抽的 想发火 又不敢发火 有趣极了 为了讨我的欢心 她还是照做了 光汤底都熬了十二个小时 连着一个月 以前从不下厨的妹妹 按我的要求 给我做了二百多道菜 每道菜都不重样 我妈周燕芳也不逊色 天天领着我出去逛街 买了五十多条裙子 最少花了五万块 还不够 我直接开口了 妈 我不怕死 就怕死之前 没机会用上喜欢的包 我把香奈儿最新款的几个包链接 发给她 她咬咬牙 贷款二十万 给我买了三个包 还旁敲侧机 乖女儿 那楼房你准备啥时候 过户给妈呀 我点头 淡定地说 很快 周燕芳瞪大眼睛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期待 真的 真的 我继续点头 我可是真的要发财了 为了和我搞好关系 要到那栋楼 我爸另辟蹊径 给我选了块木地 爸爸请大师看过了 这是风水宝地 你死了以后葬在这里 到下面去也能吃香喝辣 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山脚木群 我露出尴尬 而不是礼仪的微笑 我爸这是巴布的我死了 怎么样 爸对你不错吧 爸可以请了好多大师 才找到这个宝地 你死也死得安心点 不是 说好的倾家荡产 也要救我的呢 才多久 这就装不下去了 那不行 我可得狠狠窄一笔 我背着手 在我爸面前来回踱步 沉思了一会儿说 这地是不错 不过 我早看中了南边郊区 一块木地 据说死在那里 下辈子投胎 能成首富的女儿 就是有点贵 李承贵笑着问我多少钱 我默默比了个二 他沉默了一会儿 爸给你想想办法凑钱 他能有什么办法 跟我妈一样 办了贷款 这次把房子也抵押了 很快 二十万到手了 我感觉自己有点过分了 回家就跟妹妹炫耀 爸妈对我的爱 晚上 这一家三口 又躲在卫生间吵架 得知爸妈 给我花的钱 妹妹气坏了 你们两个花在那个小贱人上 多少钱了 快一百万了吧 那都是我的钱 妹妹威胁他俩 要再敢给我花一分钱 就要跟我揭发他们 说他们是冲着我的钱 从没有关心过我 爸妈不准他乱说话 还怪他拖后腿 还不是你 不知道逃你姐姐的欢心 现在花点小钱算什么 那栋楼一年的租金就回本了 早让你往他饭菜里下点毒 他早点死 我还用得着 给他花那么多钱吗 毒死他 万一被警察查到 我不就完了吗 三个人也真是不把我当外人 吵架的声音一点也不小 我听得清清楚楚 吵了一个晚上 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 还是让妹妹多给我做饭 送我早点去死 隔天 李斯文就给我整了烤肉 还点了烧烤外卖 不点啤酒 直接给我整上了二锅头 好家伙 白酒都整上了呢 肝癌最忌讳油腻和烟酒 不给我整啤酒 整白酒 看来真的很着急了 我不敢喝 要不你喝一口我看看 这有什么不敢喝的 他端起酒杯养头 一口气喝了小半杯 没多久就冲进厕所拉肚子 我满意地跟着抿了一小口 胃里火辣辣的 像在烧 心里却美滋滋的 想让我病情加重 我的好妹妹 没想到吧 这只会加重你的病情 她从厕所回来 脸色惨白 晃悠悠地走过来 摸着脑袋自言自语 哎 我最近肠胃怎么回事啊 最近她经常拉肚子 还胃炸 而腹泻是肝癌晚期的表现 她想去医院检查 被我劝住了 好妹妹 你身体那么好 怎么可能有病 我微笑着对她说 哎 我快死了 可真舍不得我的家人 来 家人们 陪我多吃两口烧烤 为了帮妹妹一把 我连续吃了 一个礼拜的烧烤 吃吐了两次 撑不住了 我开始换生鱼片 烤羊排 吃了几个月 爸妈的电话 都被催债人打烦了 急了 忍不住在餐桌上试探我 童童 你不是肝癌晚期吗 怎么胃口气色 还挺好的 我放下嘴里的羊腿 语气不爽 怎么 爸妈 你们就这么盼着我早死吗 医生都不急 你们急什么 周燕芳和李承贵 连忙笑着说没有 我们巴布的你长命百岁 对啊 哪个做爸妈的 不希望儿女健康啊 我在心里冷笑 你们才不是这么想的 这时 李斯文哭着 从大门外跑了进来 爸 妈 完了 医生说我也得了肝癌 爸妈马上站了起来 一脸震惊 李斯文钻进妈妈的怀里 一个劲地哭 我心里乐开了话 等你好久了呀 妹妹 跟着我吃香喝辣的这么久 你终于撑不住去看病了呀 怎么会这样 这肝癌还是遗传病吗 没听说呀 你姐姐得了 你怎么也得了 周燕芳看着癌症确诊单 眉头紧锁 李承贵用手机查 自言自语道 这网上说肝癌不会遗传啊 李斯文声音沙哑 让爸妈赶紧拿钱出来 给他做治疗 爸妈的脸一下就垮了 眼神一致望向我 我憋着笑 摊开手说 我没钱啊 我治病的钱 还不是找你们要的吗 说完我才发现 我刚刚中气十足 一点都不像病人 赶紧找不可了两声 四童 不是还有你奶奶吗 你奶奶最疼你了 反正那房子也是给你的 下个月的房租 让她直接给你呀 对呀 你看 爸妈为了帮你治病 花了这么多钱 实在负担不起你妹妹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 也该帮帮忙吧 两夫妻一唱一和 摆明了 就是要我把 之前治病的钱吐出来 我这根本没病 怎么找奶奶要钱 替妹妹找奶奶要钱治病 更是不可能 我又不是猪 我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到了奶奶跟前 直接把实话一说 奶奶听完后 坐在檀木椅上 闭了眼 老宅里就她一个人住 周围一片安静 我有点担心 她会责怪我 不顾父女亲情 假装得爱 她沉思了一会儿后 招手道 过来 我心虚地走到她面前 她抬手 用不满老茧的手 摸了摸我的头 干得好 李思彤 她笑了 奶奶 我也笑了 你爸妈偏心偏到屁股眼了 敢把我的宝贝孙女 故意丢了 差点害我把眼睛都哭下了 他们和你妹良心 都被狗吃了 知道你得挨害 故意要害你 想要我的楼 做梦吧 你没得挨活该 要我说 你妈和你爸也该得 看着就烦 奶奶边说边拍椅子 又生气又得意 对我竖大拇指 咱做人就不能受气 不愧是我的孙女 这楼给你给对了 奶奶脸上满是得意的表情 她和我站在同一个战线 还让我需要帮忙时 一定叫她不客气 我毫不客气地 在她耳边说了我的计划 行啊 奶奶帮你 好好治治他们 回到家 我哭丧着脸 爸爸给我倒茶 妈妈给我切水果 妹妹拉着我的手 急切道 死老太婆是不是不给 我摇头 双手捂着脸 惭愧地看着妹妹 对不起啊 妹妹 姐姐没用 帮不了你 李斯文甩开我的手 大声喊道 怎么可能 死老婆那么疼你 怎么会不给你钱 你不要说给我要钱 说是给你治病要花钱 我继续摇头 奶奶说我这病治不好了 她不想浪费钱 打算要把房子卖了全捐了 啊 三个人一口同声地叫了一声 骂了奶奶半个小时 这个老不死的 脑子有病吧 天天就知道 涓涓涓 怎么不捐给我 骂累了 三个人坐在客厅 拉长了脸 突然 爸爸想是想到了什么 拍了下脑袋 对我微笑道 乖女儿 房子都过户给你了 老不死怎么卖 卖不了啊 我们不用管他 马上去找租户 就说下个月的房租 统一打到你的卡上 钱不就到手了吗 妈妈和妹妹脸上 立刻有了喜色 连连夸赞爸爸聪明 李承贵拉起我的手 就往外走 赶紧的 咱们现在就去找租户去 妈妈帮我穿鞋 妹妹也跟着穿鞋 准备一起去 这可怎么办 眼看门都要关上了 我集中生智 甩开爸爸的手 委屈到 爸 不能去 奶奶骗了我 爸妈和妹妹都停了下来 那栋楼根本没过户给我 李承贵跳了起来 对我冷眉竖眼 什么 那栋楼不是你的 我白花在你身上那么多钱了 他直接把我往外一推 变脸变得比翻书还快 周燕芳把我拉过去 满怀希望地问我 是不是搞错了呀 你奶奶不是最疼你了吗 我马上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哭着说 呜呜呜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她的脸色一变 和我爸一样 用力把我往外推 没用的东西 你怎么还不死 我一个猎切 脑袋撞到了门把手上 太阳穴疼得厉害 紧接着 妹妹尖叫了一声 那声音快把屋顶都掀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白给你做那么多饭了 那栋楼都不是你的 一家人围着我 急得跺脚 七嘴八舌地 质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唾沫星子 不停地往我脸上喷 那感觉随时都能把我撕了吃了 我蹲在地上 抱住自己的脑袋 边哭边道歉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对不起有什么用 废物 李承贵踹了我一脚 李斯文和周燕芳 也跟着上前 对我脑袋扇巴掌 嘴里不断地骂我 垃圾 废物 怎么还不死 我打死你 幸好我提前防御了 没有伤到要害 心里还是有些酸楚 这就是爱我家人 有钱就是家人 没钱只是废物 我被他们三个围着打了不知多久 直到对面邻居出来劝说 他们才把我往楼倒推 砰一声 门关了 隔着一扇门 三个人还在骂我 扫把星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老不死的楼都没给他 一直在骗我们 有必要对他那么好吗 门一关 我就停止了哭泣 穿着拖鞋和睡衣 富尔贴在门口听他们骂我 果然我没有利用价值后 我亲爱的家人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样子 一点情面都不留给我 我只觉得又好笑又心酸 没关系 他们很快就会后悔了 几天后 奶奶的八十大受伤 我们一家四口又见面了 爸妈提了一堆补品 向奶奶求情 妈 我要的不多 就二百万 你也总不能看着你亲孙女 就这么死了吧 我爸说 肝癌的治疗 至少需要二百万 好家伙 一口气额前额这么多 肝癌的治疗费我查过了 一百万封饼了 看来之前我要得太少了 宴席上 奶奶看都不看我爸一眼 喊了一下我的名字 李曼 我轻飘飘地走到奶奶身边 自然地给她按肩膀 心情极好 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对我爸妈说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周燕芳和李承贵站在那里 有些吃惊 小声问我 你不是说奶奶 把你赶出来了吗 怎么你还跟她关系这么好 我和奶奶相识一笑 抬头恍然大悟道 哎 你们把我赶出来之后 奶奶可怜我 就收留我了呗 我故意阴阳他们 多亏爸妈的帮忙 两人脸色越发难看 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我就替他们多说几句 对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呢 奶奶又把房子过户给我了 这次 为了好好气一气他们 我故意把房产证都拿了出来 爸妈看了看 房产证又看了看我 再次变脸 一个人拉着我的左手 一个人揽着我的右肩 哎呦 宝贝女儿几天不见 怎么瘦了 赶紧跟妈回家补补 你没想你了 爸爸也想你 你的病好点了没 医生怎么说 走 跟爸爸回家 爸爸带你去北京 找最好的医生 我吃笑一声 甩开李承贵的手 背对着他们 看着奶奶说 奶奶有钱给我治病 我要跟奶奶住 不跟你们这穷光淡住 爸妈愣住了 嘴角抽搐 想说点什么 又说不出口 大概是想骂我 又怕得罪我吧 忽然 人群中传来一阵嘈杂声 瘦得跟鬼一样的李斯文 不知道从哪里 拿来一把水果刀 用刀尖指着我说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根本没病 啊 你在说什么呀 妹妹 我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在乐 太好了 总算不用装了 我去问过体检的医院了 我说怎么就那么巧 我们两个都肝癌 医生说了 体检报告搞错了 早就跟你说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故意的 骗了我们这么久 起初爸妈还不相信妹妹的话 李斯文拿出医院的体检报告 爸妈看完气的脸都红了 伸手就要抓我 好啊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骗了我们这么久 你这是故意要害死你妹是不是 我从桌底下钻了过去 爸妈也跟着钻 跌跌撞撞的 一个撞到手臂 一个撞到脑袋 叫嚷着我弄死我 我围着桌子转 他们也跟着转 没跑几圈 他们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撑着膝盖 大喘气 亲戚和奶奶看戏一样 在一旁傻乐 李斯文指着我大喊 跑这么快 你根本就没病 索性我也不逗他们完了 跳上桌子 堂堂正正的 对 我就是没病 我就是故意的 底下的亲戚一片唏嘘 有人开始说我的不是 我也不慌 顿了顿 拔高了音量 就是故意骗你们的钱 害李斯文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那又怎样 比得上你们 故意把十岁的我卖给人贩子 比得上 你们故意给我吃荤腥油腻 巴不得我早死 侵占奶奶给我的财产吗 我只不过把你们对我做的恶事 一依奉还而已 错的是你们 不是我 逆子 我打死你 李承贵说着 跳起来又要打我 被几个亲戚拦住 他们都知道 我爸什么德行 也知道这些年来 我一直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加上我刚刚的揭发 他们也看不过去了 帮着我数落爸妈的不是 李承贵孤立无援 只能退一步 行 我不要别的 你就把钱还给我 周燕芳也说 骗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从此一刀两断 我没你这么没良心的女儿 我从桌子上跳下来 敲起二郎腿 坐在奶奶身边 行啊 那钱就当作是 你们卖掉我的赔偿金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刀两断 谁也不欠谁 没有感情 至少我还有钱 不爱我的父母 我也不需要 从今以后 有我奶奶的爱 和我自己的钱 这些就足够了 怪我以前太傻 总想着要爸妈的爱 羡慕备受宠爱的妹妹 真是笨死了 爱哪里有钱重要 更何况 他们对我根本没有爱 想得美 李斯文又窜了过来 挥着水果刀 我侧身闪了过去 被刀划过了脸颊 留下一道血痕 奶奶紧张地喊了一声 没事的 奶奶 我转头安慰奶奶 妹妹继续拿刀指着我 不仅要还 还要赔钱 我的病 你必须给我花钱治好 要不然 我杀了你 妹妹露出凶狠的表情 我摸了摸脸上血水 掏出手机 镇定地打了110 喂 警察吗 对 我要报案 故意 杀 人 我看着妹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 李斯文冷笑 少吓唬人了 以为我怕你 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 警察到了后 我妹还嚣张地拿着刀指着我 被警察喝了两声 把刀没收后 她还不老实 威胁 威胁等我出了大门 就砍死我 是姐妹 就砍死我是吧 你来啊 我故意挑衅 她气得鼻孔朝天 猛地咳嗽了两下 警察建议我们一家人 可以调解一下 我偏不接受调解 就是要告她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罪 判刑至少十年 不过 妹妹没弄死我 最多告故意伤害罪 我就是找个吓人的罪名 吓一下她 向来宠爱妹妹的爸妈烦了 骂起了妹妹 没事给我找事 就是 还嫌家里不乱吗 你去坐牢吧 反正我也没钱 给你处理这些破烂事 妈 妹妹拉长了尾音 表情有些委屈 从小被爸妈惯坏的她 大概没想到 这个接顾眼上 爸妈自己都顾不上 那还有时间顾她 别说没钱给妹妹治病 就算有钱 她们最重要的也是还债 我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不管我 谁管我 难道真的要看着我病死吗 你还好意思说 给你投资了那么多钱 你姐读书一分钱没花 考上重点大学 你走后门花了十几万上个表演学校 说要当明星以后飞黄腾达了 孝顺我们 又给了你花了几十万上综艺节目 现在呢 还要花我们一百万治病 哪里来的钱 不如让我们去死吧 莫名其妙的 奶奶的祝寿燕变成了三个人互相埋怨的一场戏 当初要不是听你的 丢了你姐 今天她至于这样 对我吗 李承贵索性摊牌了 周燕芳也开始责怪她 是你自己说的 把你姐弄死 喽 就是你的 现在呢 人没死 你自己快死了 全怪你 我们两人这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 还怎么指望你 说着说着 三个人竟然扭打了起来 爸妈年纪大了 动作没我妹灵敏 我妈刚抓我妹的头发 扇了她两巴掌 就被她一脚踹到地上 我爸握拳 狠狠往李斯文头上砸 我妹吃痛一下 抓起桌上的碗 往我爸胳膊摔 场面十分好看 我抓了把瓜子放到奶奶面前 边嗑瓜子边看了起来 警察愣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把他们拉开 三个人头发凌乱 衣服裂开 头上 嘴角 手臂都是血 真是好一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我很庆幸 自己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 为了还债 爸妈被迫把房子卖了 没地方住 只能租四百块钱的街边小破房 连空调都没有 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没钱后 两人经常吵架打架 后来离婚了 分别来奶奶家找我要过几次钱 乖女儿 我是妈妈呀 爸爸想你了 你让爸爸看一眼好吗 我门都没开 任凭他们在门外骂我白眼狼 李承贵和周燕芳没办法 都上了年纪 又欠了一屁股债 一个当保安 一个当保洁 倒是挺配的 至于我妹 我可真佩服她 每天都来敲奶奶的门 求奶奶给她钱治病 奶奶指着我说 这个家 你姐当家 楼房都是她的 我可没有钱 要钱 你找她 扑通一声 李斯文跪在地上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姐 求你了 救救我 爸妈都不管我了 我只有你了 我是你唯一的妹妹 我指了指脸上的疤 那种会砍死姐姐的妹妹吗 不好意思 我不要 我转身就要走 妹妹拖着膝盖在地上 抱住我的大腿 呜呜呜 我错了 我错了 姐 求你了 就当是借我的 我以后一定还你 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我扒开她的手 笑嘻嘻地告诉她 不用钱 这癌症很好治的 只要你吃我做的饭 很快就好了 李斯文眼神呆滞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迅速从厨房炒了一盘辣椒炒猪肝 一盘白灼虾 端到她面前 香味四溢 吃啊 妹妹 你放心 我可没下毒 内脏和海鲜 是肝癌患者最忌讳的 她看着桌上冒着热气的猪肝和虾 根本不敢动 灰溜溜地回去了 她还是不死心 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 我把爆炒肥肠 红烧猪蹄 羊排 羊腿 烤肉 都整了个遍 我厨艺精进了不少 她愣是一口没吃 后来她再也没有来了 拖着病奄奄的身体 做起了擦边主播 一边治病 一边赚钱 刚开始 凭着她的年轻和姿色 加上她每天直播十二个小时 还能有点人气 后来化疗 她掉头发 暴瘦 脸色奇差 连美颜滤镜也就不了她 人气暴跌 听说她成了某个榜一大哥的情人 奔线后 又被抛弃了 直到她病死的那一天 我也没再看过她 毕业后 我接过奶奶给我的一串钥匙 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包租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